大家好 今天想做我的鄉下的特產 潮州紅桃果 所需要的材料是糯米 用水洗兩次 然後再加水浸 浸完後就可以煮成糯米飯 備用 花生適量 大約十多克 是炸花生 我自己炸的 如果有興趣想知道怎樣炸花生 可以在上面這條欄 用保鮮袋塞著 用棍子搓一下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要用到糖 放一邊備用 另外一個浸好的冬菇 非常漂亮 我已經浸了一晚 已經浸透了 切成定 很漂亮 放一邊備用 放一邊備用 另外浸了蝦米 其實只要切小顆 看你自己喜歡多大顆 多小顆 沒所謂的 切碎了蝦米 白鍋炒香冬菇和蝦米 再加上煮好的糯米飯 再加上煮好的糯米飯 炒均勻 再加上煮好的糯米飯 因為在鑊上不太好攪拌 再用另一個器皿 攪拌一下 攪拌均勻 再加上糖 再加一些 看看會不會太多 不太多 再加進去 這個食譜 有些人會加豬肉碎 加菜譜 都可以 喝起自己 我媽媽教我的 就是加這些材料 我問她是否加菜譜 和肉碎 她說不用 大家知道這個 熊桃果 潮州話叫什麼 就是 硬桃菇 還有 菇菜菇 就是韭菜菇 我記得這個菇 一逢過節 特別是新年的時間 就一定會有它出現 我喜歡把它煎香來吃 我覺得很好吃 加多一點鹽 加少許糖 完成了 有些芝麻粉 用滾水 煮熟 現在我們攪拌均勻 先烤一下 用一個蓋子蓋住 等它煮一會 烤了大概5分鐘 現在可以蓋開 再加少許鹽 加少許鹽 搓拌一下 這個時間也是熱的 我們一邊加些生粉 加些生粉 這個時候也加少許的 你可以用食用色素 我家裡沒有吃紅色素 所以只有紅菇粉 我用紅菇粉 加少許水 逐少少加進去 慢慢加 加到顏色 你覺得適合為止 先加這麼多 等它不夠再加 加多一點紅菇粉 先放進去 包起來 放在一邊 現在我們就預備來包 分好六份 放進去 這個是我專門買的帽 我覺得一定要有這些帽 才是潮州的紅桃 用其他帽是沒辦法代替的 把硬薄的皮 放在帽子裡 然後我們慢慢 就屈成一個帽子的形狀 再把那些的餡料 放進去 慢慢收口 如果大家不想 皮那麼容易穿的話 在硬皮的時間 就不要把它硬得太薄了 厚一點點的話 包起來就不會太容易穿了 搞定了 紅蒲果就完成了 我們放進去蒸籠裡 蒸大約15分鐘 就可以熟了 嗯 嗯 非常好吃 谢谢观看